实际上每一个年代的人 他都有每个年代的特点 有个不变的什么呢 他每个人他都有自尊 每个人他都有一颗上进心 要求能得到别人的承认 他们每个人都有特长 我们就发挥了特长 我有主持特长 晚会我们要他亮相 那么我甚至有打游戏特长 那好 我们有电子竞技队 也可以 军舰上还有电子竞技队 有点突破我们的想象 当年我们看包括西游记 实际上很多的这种虚幻东西 都已经变过现实 电子游戏啊 大家说不务正业 它实际上也是现实 所以说我们要尊重这种情况 搞不好以后空军开飞机的 开无人机的 全都是电竞高手 那么这个年代 你不会电子游戏 你出门还能够跟别人交流吗 你知道前两天 前两天咱们有一个队伍 拿了一个世界冠军 就在那一天 我才知道我老了 还有没有 也就料了 有一天 叫声